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 茄子牛肉汉堡排饭 跟一个汉堡排汤面 来 这个是我们冷冻的汉堡排 直接拿起来 然后我们准备个平底锅 煎这个很简单 因为它是熟的了 我们只要把它煎热就好了 我们直接就先把它下锅 来就把它直接放进来 这个油你不用再另外特别的放油 如果说你觉得 这个担心你吃太多油脂的话 这个就不用放油了 因为这个肉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我们把水加进来 这边大概你加两大匙的水 然后盖子盖上 开小火把它煎 利用水的蒸汽呢 让它达到这个热的传导 好把它盖起来 好开个中小火就可以了 大概两分钟 然后呢我们把它盖子打开 其实都已经热透了 把它的水分把它收干就可以了 其实这边也有一些它的汤汁 那待会我们就利用这汤汁 我们来煮我们的这个面条 好不用煎太久 其实这个熟的只要热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把火关掉 来直接我们这边 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肉 充满了这个肉汁 好 它已经是有味道的 已经调好味道的 所以我们只要补充一点味道就可以 你喜欢放什么酱就放什么酱 你要放酱油膏也可以 我们放这个茄汁牛肉嘛 所以我们就用番茄酱 我们的茄汁牛肉汉堡排饭就完成了 这边这样子 好 这样就完成了 简单好吃 另外这边呢 这边还有两片 我们把它拿起来 好 我们要来煮我们的这个汉堡排的汤面 就利用这个上面的肉汁 我们加一点水 来作为高汤 面条 今天我用的是鸡蛋面 好 把它稍微煮滚就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煮一下 把我们的青菜也下来烫一下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就利用我们这个煎牛排之后的这个 肉汁来煮一个汤面 好 来 汤面这样就完成了 好 青菜把它摆上来 加上刚才我们煎好的这两片的这个汉堡排 来 轻松简单就可以做出一个丰盛的这个我们的茄汁牛肉汉堡排饭跟我们的这个汉堡排汤面 这么简单就完成了 而且非常的好吃 这个在家里面做午餐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我们的汉堡排汤的这个汉堡排汤 现在我们的汉堡排汤 这就是汉堡排汤的汉堡排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